大家好,欢迎来到丽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不听朋友劝阻 晚上乱开灯,结果招来怪物的故事 影片开始,我们的胡子哥受朋友所托来帮他找看房子 当然这忙也不是白帮,人家可是有给报酬的 本着有钱不赚白不赚的原则 胡子哥也就欣然答应了 刚一进门就看到朋友在冰箱上贴着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几条注意事项 比如拍手可以快捷开关灯 冰箱里的东西可以随便吃 但要保持厨房的干净等等之类的 但在留言的最下方还有一条特别说明 晚上一定要开着灯睡觉 胡子哥一瞅满脸的不屑 我又不是小孩,难道还怕黑不成 于是他随意将纸条留在一边 然后来到厨房开始了自己的拍手操 这个快捷开关灯的操作可是让胡子哥找到了乐趣 只见他一会儿左拍拍一会儿右拍拍 简直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胡子哥也终于玩累了 他从冰箱拿出一些食物 而后来到二楼看起了恐怖片 当然在看之前还不忘把灯给关上 毕竟这样才有氛围嘛 不过我们的胡子哥也真是心大 看个恐怖片都能睡着 这可还行 就在他呼呼大睡之际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异响 被惊醒的胡子哥赶忙跑下楼查看情况 可是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有发现异常 正当他关掉灯准备离开的时候 身后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吓得胡子哥赶紧打开了灯 然而走进去一看房间依旧一切正常 想着可能是外面的猫在作怪 胡子哥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当他转过头的一刻 瞬间蒙掉了 直见楼梯上蹲着一个黑乎乎的怪物 整个面部被头发遮挡 看上去十分的恐怖 怪物瞅了瞅胡子哥 慢慢举起双手拍了拍 将灯给关上了 胡子哥内心这个惶恐呢 大晚上的你关灯是要干啥 于是赶忙又把灯给打开了 可此时的怪物已经不知所踪 正纳闷的时候 怪物突然出现在身后 直接把胡子哥吓倒在地 等他缓过神时 怪物已经跑到了沙发上 看到这副模样的胡子哥 是彻底不淡定了 他拼命地向门口跑去 但怪物显然并不打算放过他 两人就这么玩起了 你开我关的拍手游戏 而关键这胡子哥还在这匍匐前进 感情是怕怪物追不上吧 好在爬了半天终于爬到了门口 而那怪物也再一次消失不见 胡子哥挣扎着站起身 准备打开门离开 可这时背后却被人摸了一把 回过头一看又傻也没有 然而再一回头 竟发现怪物就在自己的面前 就这样胡子哥被反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对于别人的忠告 千万不要置之不理 否则后悔可就晚了哦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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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